台湾每年因为斑芯天牛造成了柑橘作物损失达到1亿4千万元 台东农改厂研发出高效率又友善的生态防治技术 高压空气灌注法 利用高压空气灌注入斑芯天牛幼虫啃食的孔道中 以压力将斑芯天牛推出枝干或是直接挤压打死除面 成为了杀虫队的礼器 台东成功镇齐成鲜甜好滋味 受到许多消费者的喜爱 不过因为害虫的肆虐 造成农民不少损失 台东农改厂也特别研发出用高压空气杀虫的方式 不但效率高又能兼顾友善生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东农改厂表示 高压空气灌注法操作简便 器材设备应用及投入门槛不高 设备的成本依照机器的大小 大约1.5万到3万元 经济实惠效率高 是效果兼具友善生态环境的最佳防治方法 记者潘俊伟 台东市报导 大约1.5万到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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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到5万到4万到4万到4万的阶口